早知如此,何必当初? 现男尼安东与老婆离婚。 曾经的誓死诺言被打脸。 网民,活该。 一首Sorry That I Love与爆红的台湾混血歌手,尼安东于2014年公开自己其实已经隐婚生子。 消息爆出,不少粉丝心碎但同时送上祝福。 不久后又爆发于管庆婚外情,又认了曾劈腿女神级女星,主播等四女,甚至嫖妓,形象重创,遭八年正宫老婆Viley针对配偶权受损提告。 后来打离婚官司时,她坦诚与管庆发生性行为并道歉,双方达成和解册稿。 她近来也传出确定会离婚的消息。 尼安东2014年9月时,才对外承认已当人夫,当时她还泪眼寒曠地对着镜头表示,因为爱我的妻子,不愿让她继续,因为我的隐瞒受到委屈,爱我的女儿,再也不愿意对她解释,为什么?我不能带她去公园玩。 当时,她还隔空对爱妻喊话,乃这些年,真的很辛苦,我只希望你快乐。 然而,尼安东2017年爆出与管庆婚外情,两人接吻照也随之流出,日前又爆出被Viley发现外遇后,在夫妻谈判的过程中,自招惊人花名单。 除了管庆婚外,偷吃对象叫得出名字的,就有四人是公众人物,其中有女主播,也有女神经艺人,甚至大方说出上床次数,让太太彻底崩溃,消息一出更是震惊众人。 隔年,针对尼安东偷吃管庆婚外情仪式,老婆Viley抓包后打离婚官司,3月14日首次开庭,在尼坦诚与管女发生性行为后,达成和解撤稿。 她所委任的蔡兴律师当时透露,因为尼安东已经道歉,赔偿,于是对她撤稿,至于管小姐则是明知已未离婚,仍发生多次性行为。 而管庆不道歉,也不承认是小三,所以Viley贴了心,向管求长台币100万元,当时法官居中条件,把金额降到20-60万元,但到了同月27日二次开庭,双方对金额仍未达成共识。 经过一连串待遇,离婚官司风波,在老婆撤稿后,据苹果日报报道,尼安东确定会离婚,至于近来近况为何? 据有人透露说法,她目前和Viley共同监护女儿,对爱女疼爱有加,父女俩不时会一起外出逛街,假日也会带孩子出去玩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